台北小巨蛋附近 昨天傍晚發生自撞車禍 五十六歲的夜姓男子宋霍後要回家 疑似一時暈眩衝上人行道 波及到三名路人 其中有一名七十歲的張姓婦人命為 宋醫搶救後不治 警方初步排出酒駕 車禍發生時間是在昨天傍晚五點多 有夜姓男子駕駛的小客車疑似 因為駕駛一時暈眩 衝上了人行道 造成三名行人受傷 七十歲的張姓婦人傷重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國泰醫院搶救 四十九歲的王姓男子 以及二十四歲的正姓女子 輕傷 以時清醒 都送三軍總醫院 松山分醫院治療 警方現場施測酒測 數值為零 初步排除酒駕 詳細肇事原因 人帶後續釐清